这是一个美国籍的台湾人 他应该是小的时候移居美国 所以他对于台湾是一个再发现的过程 他的视角更多的是像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看台湾 虽然他是台湾人没错 但他完完全全是他的成长是在美国奠定的 所以我本来也还蛮爱看他的文章的 他也给纽石写过台湾菜的报道什么的 然后他马上就要正式的出版 应该说是现在在预购阶段出了一本书 叫做台湾制造从这个岛国而来的食谱和故事 我觉得就还蛮摆明车马的 就是任何人看到这个题目 大概你都能懂是什么意思吧 就是这是一个台读书 你看因为他虽然没有说这个国的名称是什么 但他说的很清楚了 说台湾制造这是食谱和故事 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岛国 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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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说他是华读也行 说他是台读也行 其实要我感觉这位朋友比较偏台读 对 但是不管是什么读 这个国家是在这里写得很清楚了 Nation Nation写得很清楚了 结果他就成为海外的小粉红的攻击对象 这个我真的蛮震惊的 这个食谱他是纯英文的 是纯英文的食谱 我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出华语版 这个我不知道 但是他是纯英文的食谱 然后在外国出版 现在还在预购期 就已经有海外的粉红去留言去骂他了 那本来我是没有打算买这本书的 因为我不做饭 我完全不做饭 我们家是我妈妈做饭 倒不是说我懒 我做饭我妈不爱吃 就是太难吃了 我妈不能忍受 我一个人生活过一些年的 我是可以做饭的 对 但是我做的饭只有我自己能吃下去 别人不吃 对 所以说 跟我妈还有她老公一起生活之后 就是我妈做饭了 对 所以我没有想要买 我没有想要买这个食谱 再加上它又是英文版的 那但是呢 就是大概 就是四天前的时候 我看到这位 这个作者 就是她 这是她的账号 大家可以去封她 但她主要是用英文发推 我好像没怎么看到她用华语发推 那我看到她在说 说现在还没有正式出版 还在预购期 那然后这些 就是来辱骂的就已经来了 她说她是从祖先在 从金门 祖先从金门来的 然后但她现在是个加拿大人 你要我看到加拿大人 这个词也很气 就加拿大现在是好多海外粉红的聚集地 就是加拿大的海外粉红真的超多的 超多的 那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因为是贪官 高干 就是什么那些个 就是小三小四 他们很爱把这些人 还有他们的老婆孩子 养在加拿大 特别是温哥华 特别讨厌 总之呢 他就说 作为一个祖先来自金门的加拿大人 我感到这个作者拒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是多么的可笑啊 特别讨厌的这句话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居然敢拒绝这个事情 你是多么的可笑啊 你是多么的好笑啊 就骂人家 然后说 而且还虚伪的把金门叫做台湾人拥有的岛 其实这书我还没看见 我就不明白他是从哪读到这句话的 就这书还没出版啊 这书还没出版呢 大家 但可能有试读业 可能有试读业吧 那咱不知道 反正他就说 说作者是虚伪的把金门叫做台湾人拥有的岛屿 那他说 这不符合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 在社会和法律上金门都不是台湾人的 然后绝大多数的金门人 不是他们自己为台湾人 那这本书是一个台湾沙文主义的 后面这句话是一个很脏的 就是很脏 就是很糟糕的一个词 意思就是 就是胡说八道 就是这本书是一个台湾沙文主义的胡说八道 然后我看了这一个评论之后 我就很生气嘛 然后我就决定说好了 就算是看不懂我也要买这本书 我就去亚马逊上预购了这本书 对它是54加币 我就把这本书给预购了 然后我跟我妈讲了之后 我妈说她也可以试试看 用这本书来做台湾菜 这里面应该主要都是台湾菜 因为我妈也很爱吃台湾的有些菜 比如说三杯鸡啊 还有牛肉面呢 什么的 我妈特别爱吃台湾的三杯鸡 就是临走之前在桃园机场吃那个三杯鸡 我妈念念不忘 对 而且它是英文的食谱 我现在想想 其实在海外住的话 用英文食谱也是对的 因为你找那个食材的时候 尤其是找这个佐料的时候 你能够买到那个佐料 你要是用 你要是买华语的烹饪书的话 你遇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对不上 就是那个食材和食材 那个佐料和佐料之间 你可能对不上 要英文的话 可能它就没有 我妈也读英文嘛 我妈也懂英文嘛 所以我跟我妈讲了 我妈说OK的 她可以拿来做菜 然后我说我买了这本书之后呢 有一些很坏的人 跑来跟我讲说 厨房要记得百灭火器 你们很坏呀 你们很坏呀 我不会做饭的 我不会做饭的 是给我妈买的 然后呢 在我买了这本书之后呢 那又有一个粉红跑去 打这个 打差评了 这本书是 没必要的台读 孙中山的地下精神 会说你是不孝子 这个我怀疑是 台湾的蓝营 跑过去打的吧 我感觉这个不像是 真的就是住在海外的粉红 打的负评 因为它的这个英文 你如果仔细读的话 它的英文是不合文法的 就很像 那个民众党的 赖湘林 at川普的时候的那个文法 就是你一看 你就知道像是 谷歌翻译出来的 他不是一个生活在海外的人 会打 能打得出来的英文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人 应该是 这个台湾的蓝营的支持者 跑过去骂他的 既然已经 有台湾的蓝营过去 打负评 骂这个作者了 那我也号召 我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可以去那边 给他打好评 就大家互相打呗 你跑到海外的平台上面 给一个英文的台湾菜的食谱 在预购前 你就开始打差评 那大家都过去打嘛 对不对 谁怕谁啊 是不是 难道绿营的支持者 打好评 打不过你们这些 蓝营支持者 打差评吗 他在这里讲的什么 什么百年屈辱 我不晓得 为什么他要提百年屈辱 反正他在这里 就在讲那个 century humiliation 百年屈辱 什么什么之类的 说你不懂历史 本来我觉得预购 就是预购期打好评 有点羞耻 你们知道吗 就是书还没有拿到 你就开始打好评 这个有点羞耻 但是既然你们都这么干了 那我们也这么干嘛 所以说我就去专门 为了这个事情 注册了一个账号 然后去打好评 对吧 对 就打好评 知道没有 我是中国裔的加拿大人 因为我对那个人打 说他是加拿大人 我很生气嘛 所以我在这里 一定要强调 我加拿大人的身份 有的朋友跟我讲说 为什么我有的时候 说是中国人 有的时候说加拿大人 是情况 我想要骂中国粉红的时候 就说我是个自豪的中国人 然后我想骂加拿大粉红的时候 就会说我是个自豪的加拿大人 身份随时转换 主要看你用什么身份 骂他们比较给力 就是我去渥太华的时候 你们不就看到了吗 就是 就是你是中国人 你作为中国人骂他们 特别给力 知道吧 因为他们没法骂你是 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他没法骂你是外国人 他没法骂你是 就是 就是境外的 这个 这个反动 反 就是那个 就是其他族裔的反动势力 知道吧 所以说 我 我说自己是什么人 取决于 取决于 我想要气谁 这主要是因为那条 说他是加拿大人 我气到了 所以我一定要说 我是中国裔的加拿大人 夸一夸台湾 说台湾东西很好吃 我支持台湾就是台湾 让他的人民决定他的未来 然后我希望我的同胞中国人 把自己的事情先搞好 对不对 帮助一下那些在习近平统治下 遭遇苦难的中国人民 对吧 我的同胞中国人 你们这么关心台湾 你怎么不关心中国呢 是不是 你有病吗 然后说 这个用英文的 这个台湾菜的食谱 是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很 就应该是没有吧 我觉得应该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就说强调台湾价值 强调台湾国 台湾这个岛国 的这个台湾本土价值的 以前好像是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这位作者也很棒 然后呢 我会把我的这个推特 链接放在 那个评论区 大家可以 就是家里有懂英文的厨师的 可以去成品买 买 对 然后就说 就是不需要使用英文台湾菜食谱的 大家可以去去那边 注册一下 留个好评 是不是 对 这些就是这些粉红这么讨厌 对吧 那我们也不能让这位 这个 美籍台湾 朋友 出的台湾菜的 本土价值的食谱 这么的被糟蹋 是不是 还在预购期就被人家刷负贫了 嗯 对